歡迎收看德意股市 那今天你心情好不好 好 為什麼會好 因為股票漲了 請問一下 你敢買嗎 你敢不敢買 那你如果不敢買 你今天就要特別在意 現在大盤在震盪的過程之中 你買哪一些股票 老師 你不要打擺 今天沒有震盪 今天就是漲 是嗎 來 看一下 今天就是漲 沒錯 今天漲64點 那請問各位 今天跌停了很多 昨天跌停了很多 今天跌停了很多 那昨天我忘記跟你講什麼 生氣嘛 我說有三個族群 你要特別在意 那昨天講兩個 昨天晚上的報導 大家很多人在報導什麼 那如果想說有些股票好像是黑社會或是誰在做的那個我們不管 那跟我們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從來不分析那一類的股票 可是有一類股 你不要觸碰啦 不要觸碰啦 因為如果你看我的節目 請你記住一個數字叫7月27 7月24 為什麼我叫你記去年的7月24 去年的7月24就是基亞在起跌之前的天 那為什麼我會跟你講這個 因為全市場有些有些二百五 一堆二百五 每次股票漲 他說每次都有 如果漲了一段 他說他講的 跌下去 他就說不講 是這樣不能 現在我們再做一個分析者 我昨天就跟各位講過 再做一個分析者 我一定要告訴你真的 什麼叫真的 在7月24號的時候我在非凡頻道 今天我為什麼要提生氣股 因為今天的生氣股拉尾盤 然後很多人一定會講說 因為財包過去了 不好的東西已經沒了 所以今天有很多生氣股的主力業內 乒乓就往拉尾盤 他要引誘誰 引誘很多人去參加他的什麼 出權出席 勇阿老師你不要打拼 出權出席 那個股票沒賺錢 有人虧一個股本 有人虧一個半股本 那股價都兩三百塊三四百塊 那個我們才不會 錯啦 股票市場有很多人 不是因為所謂的他的獲利 來進去買股票 是為了他的價差 所以你看看很多股票的主力業內很厲害 我公司不賺錢 不賺錢我今年要怎麼辦 準備要燒錢 我要增資阿 那如果我跟你講說 我撩1塊 我撩2塊 我撩3塊 我撩5塊 我撩6塊 我撩10塊 你會不會進來 阿不會阿 如果我跟你講這個 你不敢參加儲權出席 你也不敢買我的股票阿 那我要如何讓你參加我的儲權出席 你不要看我虧10塊 20塊錢 我未來我會賺40塊 我未來會賺50塊 我未來會賺50塊 我未來會飛上天 那你就會有一個夢在阿 生技股就是告訴你這個阿 我告訴你7月24號 當時在非凡頻道 人家訪問我 就像今天 非凡頻道一樣訪問我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我很懂生技股 好 那我請問你 如果你今天為了差價進去買生技的 阿有可或或或我 我沒幫你擋 我沒辦法擋你嘛 因為錢是你的嘛 你要進去買是你的 我不會擋你 可是你如果認為他未來有夢 那你進去買的 請你刪施一下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快要增資了 然後如果你被迫進場 然後進場被套的 被迫要參加他的儲權席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再掏錢出席 你出來去認政治 阿知道 你一定會說阿知道 不會啦 應該不會啦 我很厲害的 反正套了我就把它砍掉 很多人會這樣講 可是多數人不會 套著就一直套 要對了 也比較沉思 我常常舉例說在談戀愛 有的人明明那個 看一對情侶 每天就打你 喝酒也打你 心情不好也打你 反正一天照三餐打你 你每次說阿不會啦 他如果結了婚 生了小孩他會對我很好 會嗎 會嗎 我不知道阿 反正你抱著家暴的股票 有些股票都是家暴阿 我請問你這是不是家暴你 對阿 你抱著這種股票家暴你阿 很多人把你推入火坑的 就是這一類的股票阿 為什麼 因為GER當初在7月24號 請問一下股價多少 400萬塊 有很多250的分析師告訴你 這種股票未來會飛上天阿 對或不對 對或不對 400萬塊有很多分析師 從早上9點一直到中午1點半 每個分析師90%都跟你講生計股 尤其是GER 甚至有些250的分析師 還告訴你說 你如果不買要快下去買 7月24號 7月24號 我打給你看7月24號是什麼時候 7天就是這一天 請你把它記住GER7月24號的股價是多少 459塊漲停板 今天咧 今天GER多少 300 200 還是100多 看一下 當初是多少 請你把這個位置記起來 7月24號 我在非凡頻道 當時很多人 從早上一直講到晚上 從晚上講到白天 從白天講到黑夜 每個人都跟你講GER 生氣股未來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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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一個 如果你有1億 你至少要賠掉多少錢你自己算 這就是過去 那如果歷史能重演 你千萬不要犯這種錯 今天GER拉完 所以很多人跳進去 為了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 GER你如果是大股東 我講話我負責 你心裡想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告訴你 現在要參加儲權儲息的 要搞一下 搞一下股價 不然人家怎麼會跳進來買 套著以後 再參加儲權儲息 再爭之馬 不是這樣 你不要怪我 我講話 講得很直 你如果是生氣股的大股東 你不要怪我 你們很壞 因為接下來是 接下來4月份 在5、6月是儲權忘記 那你的財報 去年的年報 過了 大家買的都買的都知道 對 你先來搞一下 不止基亞 什麼浩鼎 一大堆的 什麼台微體 都搞一下 你這個主力業內 搞一下 到時候 要賣租啊 搞一搞 錢又收進來繼續燒 不對嗎 我有講錯嗎 應該沒講錯吧 如果我講錯 如果我有任何造假 我如果這些話 我沒有公開在電視上講 今天我跟你講這句話 那我願意陪你 任何負任任何法律責任 包括我可以陪你 在想嘛 這支股票 就像我要舉例這樣 這甘筆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 這支甘筆一千多塊 那我問你 我認為它值十萬 明年會值十萬 那我賣你三十萬你買不買 很多人說 老師你吃空的 那不可憐 那你這個錢多塊的東西 掉下去也不會心疼的 你說你值得值十萬 那你要賣我三十萬 你當我瘋子喔 你不是嗎 你不是嗎 那我問你 基亞它算錢還虧錢虧錢 它告訴你明年它會值多少錢 它賣你四百多塊 請問一下它的EPS多少 講完了 我既然不是要批評生技股 我是說你在股票市場 我想說在股海的人生中 你會碰到各式各樣的人 就像我在解股票 很多人說 欸老師 你期貨指數怎麼扛 我看你是在開股票 你在股票市場 你會碰到各種各式各樣的人 有驕傲的 有謙虛的 有看起來很討厭的 有看起來 你覺得很喜歡的 有些具有很多的天分 可是這都不重要 在股海裡面 本來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可是每個人都抱著一個 要賺錢的心態進到股市 那我請問你 你看我的節目有沒有緣 有啦 我們有緣分 我們如果沒有緣分 你不會打開電視 看到蔡萬德我 然後有的人就說 老師我長期是你的Fans 我常常看你的電視 OK啦 OK啦 也許你覺得我像金城武那麼帥 看久了 你有沒有覺得我很帥 有人說這麼說 有的結結巴巴一定沒有 有啦 我真的很帥 可是我要告訴你 你在人生的股海當中 如果你遇到我 那當然會算有的 哪會算有的 然後我要告訴你 先階段的股票市場 你要怎麼做得比較重要 什麼股票可以陪伴你走得很長久 什麼股票什麼人什麼分析師 在這個當下 你介紹你買哪一種股票 可以讓你買得安心 你也說 老師說 當然啦 我找一個富二代又勤勞的 當然是最好 當然啦 富二代又是一個勤勞的 那當然是最美好的 很多人說 這很現實 對 就是這件事 那我請問你 很多人說 我不要 我不要 我只要愛情 我不需要麵包 我不要愛人 我這樣說 題外話 我常常開個玩笑 如果有兩個男生 同時喜歡你 同時喜歡你 一個多金又勤勞 一個是很勤勞 那你會選多金又勤勞 還是很勤勞 每天為了他跟你講個三章 不然我們比較缺 今天就多缺 除了要減肥以外 你會選哪一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一樣的道理 你在股票市場 現階段我來講 現在9600點 它不是7600點 不是8600點 它是9500 9600點 那請問一下 現階段在震盪 你要買什麼 當然不能買所謂生技股 當然不能買主力業內股 不能買那個投機股 不能買那個什麼 那個 有人刻意的吧 刻意股票 那種股票 我們不要分析 搞不好真的 像人家講的裡面有黑道介入 公公的出去 就被人家堵住 那我不是很倒楣 對不對 所以說那個我們不碰 那生技股不要碰 那不是講完了 第三個長太高了 不要碰 什麼叫長太高 今天你要說 老師 今天這支股票 有三有一 有期喔 有期喔 這支股票有期喔 可不可以買 我問你可不可以買 USB 3.1不是老師 你在講的嗎 Triple C不是你在講的啊 當初市場都沒有人在講的時候 你敢講的 現在可不可以買 長上來啦 當然不行啦 當然不行啦 我讓你看張圖 如果你要買USB 3.1 你要買預創 你要買8016 來 矽創 還是要買 喔 這支很好 這支要支援 今天有利多 我要說這支股票 講實在話 講實在話 我真的很不屑這種股票 你說阿老師這不是USB 3.1 這不是做IP的很棒很棒很棒 非常棒 Burr棒 你為什麼說不share 這種股票 我跟你打擔保 如果沒有主力業內在炒 打死我 我也不相信啦 從這裡 我那時候有沒有跟你講 這很大碗 那是很大隻的 很像那個怪手 卡拉車很大隻的 在抖 在抖 40億每天一直 這角度成幾乎 過了45度角耶 很抖耶 一直往上拉 這不是普通人 知道內線在賣 後來又發現說 給他跟什麼合作啦 要減肢啦 長了那麼一大段 才知道要減肢 減肢會今天我大股東 坐在裡面喝咖啡 突然說 不然明天減肢好不好 會不會 當然不會啦 一定有人事先討論過 事先知道 事先買 一路買上去 所以說這種股票我很不屑 這種跟那個主力業內在炒股票 我經常說 有很多人讀了很多書 然後很多錢 人五人六的這種叫聯電集團 這叫聯電集團 人五人六講一堆 如果書搜集團很多錢很多 每天看紅酒的 看紅酒的或是看民話的 我愛說 講話人五人六 不代表你行為很高尚 這種股票 我憑良心說什麼 所以我不會建議支援這種股票 我絕不會 永遠 講到實在就是什麼 所以說USB3.1 到最後一定是嘛 因為現在在漲的 譬如說以前的翔碩股小妹 然後為什麼他會漲 因為趨勢對 如果他趨勢對 然後又漲太高了怎麼辦 我們又不能追 請問一下股小妹他的本益比多少 去年賺了五六塊 四五塊 本益比五十倍 五十倍 你叫阿妹 IC設計五十倍的還好嗎 因為他是主流 對有道理 然後5351 預創 USB3.1 所有的都有 USB3.1 PD 他也有 這個很好耶 所以他本益比多少 六十幾倍 哇 這個好高 你買不買 我也知道 那你要不要建議我們買 我不知道 那如果IC設計現階段 有十三倍的 你買不買 喔 會喔 這支股票叫做宏冠電 哪有請問呢 現階段有限的 說USB3.1 未來的話 蘋果要支援 未來如果支援到這一部分的話 未來快速充電 快速充電 十分鐘就能充飽了嘛 因為大概是什麼 10A嘛 是不是10A 對不對 等於100瓦嘛 大概是100瓦的 大概換算起來是100瓦 那100瓦的 裡面的所謂的 高 功率 音質校正器 想的者 他的者 所以你現階段 對 預創 對享受 下不了手的人 會找這個 那本益比只有十三倍 同樣是IC設計 你找十三倍的 台灣的No.1 你不買 不然你會買什麼 所以你懂吧 所以我告訴你 現階段 9600點 你應該什麼 找什麼股票準備佈局 就是宏觀點 原來他本益比只有十三倍 十四倍 了解嗎 然後如果USB3.1 所以未來的Triple C 通通要走 走到最後 它會不會走到快速充電 會嘛 因為你現在充電 你來講 無線充電 可能只有5瓦 15瓦嘛 那你現在要75瓦 100瓦的 那只要充電 十分鐘就可以 用幾乎手機都要充飽了 那你會用什麼 當然是用這個 一定需要這個 一定需要 百分百需要 那現階段他還沒有 能發現 那未來咧 那你了解嗎 你不可能去賣六十幾倍 本益比的 去年賺了兩 大概連五角都賺不到的 預創吧 不會吧 六十幾倍 還是去五十幾倍的 享受 好 多好 如果這個都很好 我以前告訴你嘛 很好嘛 那如果很好 那未來這個不是更好 同樣IC設計 十三倍 這樣有整理下來嗎 有沒有 有啦 那如果他整理下來 那我請問你 我把它放大 你看看清楚 如果我把它放大 那這個叫什麼 拇指是不是最後懷抱 看有沒有啊 他是不是拇指最後懷抱 如果從技術線型來 是看這樣 他是整理啦 然後如果從月線來看 他整理多久啊 八個月 八個月嘛 本益比十三倍多 然後如果從整個USB3.1發展到最後 以後的POR 通通通要支援 那以後要支援快速充電 那不就需要它 不然需要寫 那我就要告訴你 那未來你的選擇 很簡單 台風一直動風氣 豪油在上九萬里 打你 風休 死下來 有人撲球 最明顯 你要買的就是買在地上 整理過的不才是對 你不是那種本益比例 五六十八的 我來說 總算我叫你 你也不敢買啦 你要買 一定要買這個 所謂整個產業前景向上 有整理過的 整理八個月好不好 你自己決定嘛 先休息一下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盡在連滑 我們有嶄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湖海 無往不利 連滑頭部 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詢專線 02-2509-6777 02-2509-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連滑團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 最優質的理財活物 入會專線 02-2509-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 是您的權利 連滑頭部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連滑國際事業 無專線02-2509-6777 2509-6777 保陸集團 湯全國際 無萬坪大基地 國際海灣造陣 江南清水別墅 千坪老樹園林 台北人最需要的 江南園林生活 台北灣 台北灣真實呈現 台北灣2805-9898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利用分賣期 大陸會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出送 憲政實施中 歡迎回到股市現場 那我以前 今天 跟大家說幾句話 有很多人 在做股票 都希望什麼 希望看得清 好 那你 看我的節目你就知道 我非常推崇 這一首詞裡面的 一首詞 那我念給各位聽 君君中間 冬世水 浪花突然影響 市府成敗全條空 青山以求債 基督世用風 白髮以求江東雄 冠賢秋月春風 一國雜秋 非常風 古金得消暑 多虎小丹中 你有沒有覺得 白髮漁橋江東上 冠看秋月春風 灑不灑脫 灑脫啊 為什麼灑脫 因為世紀的變化 對一個所謂的白髮漲者來看 賽自然不過 很自然 現在高平在這個位置 你還堆啊 追高有沒有風險 有嘛 這就說 這很自然 所以在9600跟9500這當中 你如果要做多的人 那大盤還沒翻空嘛 你不曉得什麼時候翻空 可是你現在要做 你要做到什麼 這些股票啊 為什麼道理很簡單 如果現在整個工業革命叫4.0 如果4.0是一個全世界的強權國家所推動的 那未來有沒有人要 往這一塊裡面去走 有嘛 像現在最大的 叫做紅海 我那工業自動化 我要嘛 所以他跟華漢合作 華漢是他的子公司 華漢未來要拼 IPC的No.1 可是IPC的No.1是誰 炎華嘛 然後炎華他也要拼No.1 所以炎華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現在站在什麼 產業的讓頭上 那我請問你 什麼叫產業的讓頭上 以你跨五 未來我這個IPC的產業 是如何來如何 好 那你買它 我沒有叫你不要買它 可是你可不可以選擇更好的 好啊 以你現階段 大家都要真第一 大家都要把這一塊做大 現在現階段都要合併 不是我講的 是誰講的 是炎華講的 他說未來每一年 他併一家是兩家 好來 不管你紅海華漢 還是炎華要 到底是要欣漢 還是要6166的這一檔股票 叫林華 林華今天表現得好不好 好啊 那我請問你 林華賺3點多 欣漢也賺3點多 可是他們的差價差30塊左右 那請問你要選誰 那現在9500點 9600點 如果你要選擇要選誰誰 你就懂了啊 所以今天的節目進行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我們會見到這裡 我們會見到這裡 全球的問題 我們會見到這裡 我們會見到這裡 好啊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尽在连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连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询专线 02-2509-6777 02-2509-6777 创新的思维 领先的策略 全新专业连华盘队 给您国际化的视野 让您体验最优质的理财投资 入会专线 02-2509-6777 不要怀疑 拥有美好的将来是您的权利 连华投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专业连华国际事业 如专线02-2509-6777 2509-6777 股票 期货 选择权 尽在连华 我们有崭新的分析团队 我们有领先的投资工具 让您纵横湖海 无往不利 连华投资给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评专线02-2509-6777 02-2509-677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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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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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